3 2 1 疗愈系画家黄冠宇即将在南投浦里镇举办大地之爱画展 这是一场非常有爱心的开幕即身心障碍风神车队募款的活动 我们就一起去现场看看吧 出生在南投浦里的疗愈系画家黄冠宇 最近在台湾画坛越来越风光 黄冠宇这几年在国内外举办许多画展 获得很多奖赏跟肯定 2022年8月20号到9月1号 黄冠宇回到故乡埔里 选择在文化部埔里艺文中心举办画展 20号上午10点的开幕剪彩仪式当中 埔里镇长廖志成以及多名县议员都亲自到场 并且上台致辞 肯定黄冠宇的画风精致 充满感性跟理性 可以说是普里斯光 可以说普里斯光 但这一天我们老师 我在透明的时候 他在创作的时候 他在创作的时候 我感受 我希望他做我们这个诚恳 黄管宇说 他是土生土长的普理人 身为话坛全辈的父亲已经过世 母亲今天亲自到场 为他加油打气 加上普理人的热情 让他十分感动 这一次的画展 特别将他数十福得奖的作品 一口气搬到普理来 展现他爱乡爱徒的赤子之心 另外为了鼓励大家一起做爱心 为弱势团体尽力 上午在普理义文中心的开幕式中 还有一场敲响爱心罗的义卖活动 将制作的各种商品 女儿红成年绍兴酒 义卖赞助残障人士组成的风神车队 鼓励他们不畏艰难 一向光明 无论我们的女儿 还有我们的样子在我们的女儿 然后在所有地方 能够介绍她的支持 那我们能任何希望 然后说大家更喜欢我们的普理 所以呢我邀请了很多的好朋友 多来普理这种动作 那也多多支持我们普理的发展 同样也是普理人的自圆法师 也上台支持 肯定画家黄冠宇的画作 不仅充满了疗愈色彩 也展现对于大地的情爱 实在是台湾画展不可多得的人才 白天举办画展 晚上在普理台一度假村 黄冠宇还联合了台湾市 惠文福伦社 举办一场募款餐会 将所得全部捐给公益团体 真正以实际的行动 展现出对于大地之爱 记者陈文旭 萧超权 李嘉京南投报导